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完全是为了平衡你这种绘画的状态 因为你在绘画的时候是很枯燥 很难受的一种状态 你一天两天可以 架不住你常年都在这样的去创作 是人也是受不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绘画之余 会玩一些很刺激的一些事物 只要有时间在画画状态不好的时候 都会去做其他的事情 有的时候画画 我觉得它的灵感从哪来 它有的时候也会枯竭 你想让你的绘画作品鲜活 有人气 接地气 那你就需要去接触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我的绘画的营养 都是从生活中去找灵感 所有的东西都想从我自己 对现实生活的认识 对身边事物的认识 去找灵感 去创作 国画呢这个其实也是跟我可能也有很深的一个渊源 我原来在小的时候正经接触这个绘画的时候 应该就是从这个国画开始 所以在后来正经学画画之后 包括考学啊 考所有的学校 几乎没报过别的专业 第一志愿 都是国画 所以我考大学的时候 就是奔着国画去的 我从来没变过 我就感觉自己应该是要搞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 从你生下来好像就在一直在为这个事情 在打基础一样 最后你什么也干不了 就逼着你走到这条路上来 我觉得这个画国画呢 也不应该是那种老七横秋的状态 或者是保守啊 或者是什么的 因为不应该是那样的 国画同样应该是一个阳光 应该是一个现代 应该不能把它当成一个物质文化遗产 这样的事物去对待 正因为这一点嘛 所以在我的这个创作中 我的这个画中 就会既照顾到古人 又考虑了一下当下 在对待山水画这个时候 会有对古人山水博大精深的这种经养 这点上是一致的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又添加了好多现代的因素 包括手枪啊 包啊 甚至包括房子 汽车 古代的这种绘画对我们的影响 它和现代人生活的一种关系 通过我的手段 就把它们既不冲突 又能表达自己的一种情感情怀 也尽量去这样去做 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它 让人能走进去 能感觉到这个跟我的生活有关系 这是我绘画的一种状态 我确实是一直想致力 在综画的这个范层内 把这个综画怎样用我的这个 自己的一种认知 去把它发扬光大也好 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种爱好也好 去把它做得更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